墻磁砖水泥充滿歲月痕跡 經歷四十多年風霜 敦化北路上的臺宿大樓 即將走入歷史 臺宿的總部大樓 是創辦人王永慶一家的 起家處 預計明年就要拆除 進行都更 現在總部員工 已經陸續搬進內湖的 這棟新的辦公大樓 作為臨時的新總部 二十號開始 全部員工都將在內湖大樓辦公 而原本的敦北總部 作為全臺最大的自辦都更案 未來將改建成兩棟商辦 移動住宅 預估二零二八年完工 身價上看千億元 清建之間 他可能這麼大的一個企業 會有一些黑暗期 就是說消費的商機 可能短期的一個流失 不過等到之後 他的一個整個都更完成之後 其實他又會把人流吸回來 除了臺宿總部大樓 敦化北路上還有全球人壽 冠德名權 國泰環宇等 啟動或完工 包括西華集團的 西華飯店也靠著 維老化新莊 總量逼近兩千億元 敦化南北路 中山 北路 這些台北市比較大條的路段 那其實它本來就是一個精華的區域 那另外一個 它的一個使用的 興建的一個容積也比較高 開發商或者是大型的受險業 這些集團等等的 他們就會趁這一波的一個改建的政策力多 那把可能30年以上的這種老舊的逼辦 那轉身有些變成商辦 然後有些變成比較指標的這種豪宅大樓 敦化南北路舊商辦 搭上維老都庚順風車 華麗轉身 也讓這裡成為北市最大都庚 一條街 三立新聞李書嫻李孟山台北報導